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天天在网上看见中国内地的很多小粉红发的 什么中共共产党高层会有什么一盘大棋 正在下一盘大棋 正在要做一剂猛药 什么等等狗屎一些烂丁八糟的信息 每次看到这个给我斗得不得了 跟大家说一下 实际是简直的唯一标准 中共共产党有多蠢 多傻逼 给大家举个真实的例子 就这一盘大棋 什么什么一顿猛药一直在用 从去年人民币下跌开始 房地产不行开始就在用 一直到现在 这药效怎么样 这棋怎么样 我们大家没见着 但是结果怎么样 大家看见了 干了这么多招 越干越碎 那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进去以后不顺利 中国小粉红就 普京 在憋着一盘大棋 一剂猛药 猛药猛他们到现在 结果呢 结果俄罗斯本土都挨揍了 莫斯科差点 让反叛部队给端了 俄罗斯国内的财政赤字 比自己的财政收入多一倍以上 明白啥概念吗 就是现在欠的钱财政赤字 比收入多一倍以上 中国才三分之一 然后呢俄罗斯的卤物贬值了 百分之百以上 这就是一盘大棋一剂猛药 中共只比俄罗斯更傻逼 因为它更僵化 更没人懂 更不可能有人发言 其实呢 但凡中共有一丁点懂得人 你看看我的粉丝里面 咱们的朋友里面 有多少人都挣的钱 很多人都说 听了财老师的信息 一个月的时间 挣的钱 把过去十年欠的负债都还了 大家有机会好好看看 朋友圈多少人怎么写的 类似这样的话 你说你们都懂 在我跟大家说 人民币要单边下跌的时候 那中共政府 他在国内弯弯绕 设立点自己的公司 让别人查普通的公司 有多容易啊 这傻逼机构 他做一个在中国国内 渗透不出来的 然后让这家机构 或几家机构 去做外汇的现货或期货 外汇的现货或期货市场 对吧 拉不用多了 一百倍杠杆够了 十倍杠杆都可以 一百倍就更更好了 那现在 不开玩笑说 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增加 美元储备能增加 百分之二十的去吧 你既然知道人民币要单边下跌 你就这机构 你是独裁政府 人家民主政府做不了 被接出来下台 你独裁政府 你可以让人查不到吧 知道人民币单边下跌 你就做空人民币 然后知道人民币开始 你要拉了要上涨 你就做多人民币 这一轮人民币国际化 你知道单边下跌 你继续做空 我当时视频已经说了 中国政府甚至可以放消息 让它空 放消息让它多 因为你自己把空你的汇率 多简单 多不行空可以 现在我跟你说 就这点外汇储备 不定能增加多少美元 咱们同学十年的债都能还了 然后你看中国政府 傻逼吧 讲完了以后 我那个时候呢跟大家讲 但是没有这么 详细的说一下 只是说了一下可以做鲜货气货 是因为不想让 中共的有人听见 开始干这种事 但是 但是 我讲了一下没用 听见也没用 因为这傻逼政府 听见也不会有人干 具体执行过程中还不定 最后这个钱肥了谁的腰包呢 但一定不会进共产党自己的腰包 所以我跟大家举一个什么例子 就是在这次人民币也好 房地产也好 不管是下跌还是上涨的市场中 都可以在金融领域中挣大钱 房地产相关的200多个产业 房地产的好坏就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水泥 钢铁等相关的期货 包括现货市场的价格 中国但凡有一点懂金融的专业人员 牛逼的人 做 那中国现在 真的经济问题太轻松就解决掉了 因为金融有大杠杆 所以有人呢 说我们现在可以 指望现在新的央行行长别放屁了 那体制在这呢 机制在这呢 央行行长就是个狗屎玩意儿的一个傀儡 他他妈干个屁 他也得听那个傻逼200斤的说话 200斤哪他没有思想啊 200斤干什么 他再有专业知识 他敢反驳吗 他敢反驳他不想要脑袋了 所以呢 跟大家说一下 就中国经济从去年 我跟大家说甭管外贸也好 到现在我跟大家说进入也好 中间提了很多方式手段 都是很容易 让这个国家挽回现在的这种趋势 能够从里面挣钱 而且能够扭转的 当然了 很容易啊 这些方式大家仔细看我所有的视频都讲过 而且详细的讲过 但是中共肯定不会做 因为这是一个蠢到极致的政府 听见了也没人懂 懂了也没法做计划 做了计划200斤也看不懂 然后200斤要干啥 底下的人全干 什么一带一路啊 P2P啊 全民创业 雄安新区 包括人民币国际化 拍脑袋就出 所以当这么一个傻逼在领导的时候呢 这国家肯定就完了 我这么蠢的人 这么傻的人 不开玩笑 我来领导 就按我在视频里说的方式方法 来做事后看 都早就能挣大钱的 都早就能挽回很多经济上的问题的 当然了 中国共产党可能确实在下一盘大棋 做一个猛药 就是自裁 就是死 把自己先弄死 弄死完了以后不行就 吃药 毒药不行 就脖子上勒一个绳 把自己勒死 也保不齐 中共在干这种招数 就想死 怕死了嘛 一盘大棋 等他哪天嗝屁着梁大海棠了 哪天翻眼见上帝了 这些小粉红就说 哇大棋实现了 你看吧 自己把自己的弄死了 这多牛逼的人 这么大一国家 这么多人 这么好基础条件 这么多资源 这么快的时间 就能把自己弄死 绝对属于一盘大棋 我不知道我这理解 对不对 懂得的小粉红可以指出来 你们说的一盘大棋 一顿猛药是不是就这个 剩下的这一年来 我是屁都没看见你们的大棋猛药 俄罗斯的我看见了 结果就是莫斯科差点人给端了 对我希望中国的猛药 来的更狠一点 大家知道吧 所以挣钱不是很难的事 不管是国家 还是企业还是个人 要懂要会 一定记住了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懂了吧 当你是专业人士 你就从里面找到无数的商业机会 就可以做到你该做的 但如果你不懂 就跟200斤那种傻逼不靴无数的 什么资源 什么机会 什么条件搁在这 也是个废物 好吧 今天因为有事 所以呢 就在路上 跟大家瞎录一个 镜头也晃 周围也不清楚 好吧 大家多原谅 反正听我瞎逼逼 还一定脱口秀 听我瞎逼逼 希望大家清醒一整天 快乐幸福